最新消息来关注了 这个北院财定柯文哲严压嘛 对此民进党有回应了咯 来看到民进党回应很简单 回了四个字 这个民进党仅仅回应尊重司法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是刚刚民进党他们的最新的一个回应了 另外国际上的最新带来关注 有画面有真相 好这画面有点小但仔细瞧 这是什么呢 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一段最新画面 看起来真的是淡如雨下 主要是呢 俄罗斯表示 他们在这个哈尔科夫 发现了乌克兰军队的集结地 而且呢 他们随即使用了所谓的温压弹 来锁定乌克兰军队进行了攻击 好这温压弹呢 气溶交云呢 产生的温度会高达2000度C 所以呢 被温压弹来攻击乌克兰的军队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生还的几率 这一段画面是乌克兰官方 俄罗斯官方所公布的最新画面 那同一时间呢 根据路透社最新消息 北韩的外交部长 这个崔散基今天已经抵达了莫斯科 而且呢 他已经跟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来举行所谓的战略会谈了 同时呢 这也是这个崔散基 在六周之内第二次来访问俄国 那同一时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新证实了 有8000名的北韩部队 目前是进驻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 很有可能在最近几天投入这个俄乌的战斗任务了 几个最新提供给您